哈利路亚 各位弟兄姐妹 还有牧道朋友 大家晚安 感谢主赏识给我们 今天这个美好的天气 也不会太冷 也不会太热 让我们能够来 共同聚集在教会里面 一起来查考圣经的道理 那么今天小弟呢 想用这个 稳行在高处 这个题目 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昨天晚上 小弟刚好在 回到家 然后在写奖章的时候 那我的女儿 刚好也蛮晚回来 然后在跟我 还是 妇女之间 有一个一段 信仰的对话 其实小弟一直 每一次只要在国外 在还没回来之前 那女儿常常会 发个LINE 或者是发个微信 再问我说 老爸 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碰个面 这个女儿找老爸 约个会 吃个饭 共同来谈 圣经里面的道理 那么小弟昨天呢 跟他提到 在准备奖章的时候 提到 我说女儿啊 你本身念的是宗教系 爸爸提一个看法 不知道你觉得如何 我说宇宙间 最大的三个奥秘 是哪三件呢 对我们人类的一个知识 与智慧 能够理解到的 第一个奥秘是 神创造了天地 第二个奥秘是 神亲自道成肉身 而到世界上 来拯救我们人类 我说第三个奥秘呢 就是未来的世界的默认 但是神却要创造 另外一个新的 新天新地 我说以你宗教学的角度来看 是否如此 他说老爸 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同 那么同样今天 谢弟兄就把这个 三个奥秘来分享给大家 那么在我们现实的 一个生活当中 其实小弟最近 在中国的时间 停留比较多 然后会发现到 最近也参加了很多的展览 也有到欧洲去 然后也有到巴西去 然后飞了很多地方 但是发现到整个 现在社会上的 来自于经济的问题 来自于社会的很多的问题 来自于甚至政治的问题 来自于军事的问题 其实造成了现代人 很多的不安 还有很多人的恐惧 还甚至更重要的是 整个莫名的 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的 这种问题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今天就以哈巴古书 这个经卷 来作为我们今天晚上 探讨的主题 我们请看哈巴古书 第一章第一节 这是小仙之书里面的一卷 我们请看哈巴古书 第一章第一节 很少翻 很多人说病会找不到 在旧约圣经的一千零九十九页 哈巴古书第一章第一节 旧约圣经一千零九十九页 第一章第一节 先知哈巴古所得的末世 第二节他说 耶和华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 我因为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吗 第三节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 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 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 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 因此律法放松 公理也不显明 二人围困一人 所以公理显然颠倒 这个地方 先知第一个谈到的是末世 第一节 他开章明义就提到 来自于神给他的末世 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得到圣灵的 应该是坐在里面有90%以上的弟兄姐妹 信仰超过五年 十年以上的 就我所理解 绝对是多数 但是在我们的信仰追求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否曾经跟神面对面的 甚至好像如同约伯讲的 我在幼年的时候 我在帐篷当中 与神有如同宁有之情 那或许在出信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这份的热情 或者你在刚受洗的时候 你能够去感受到这份的恩典 你在刚得到圣灵的时候 你强烈的感受到神的恩典 神的智慧 神的力量不停的在我们身上 但是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会发现 神与我们之间的对话 越来越少了 我们在读的圣经 无形中就是在跟神对话 就如同刚才小弟提到的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 我跟我女儿之间的对话 就如同我今天在读的圣经的时候 与神的对话 信仰的过程并不是建立在传道身上 信仰的一个过程 也不是建立在所谓的长老执事 或者是其他诸弟兄姐妹的身上 信仰的最大价值 它也不是建立在 所谓的今天的父亲 母亲我今天 他的身上 而信仰最大的价值 乃是建立在 我们自己与神之间 所建立的这份的情分 我们到底得到多少 我们到底了解了多少 我们到底能够体认多少 小弟在这边做一个见证 有一位姐妹 他嫁了一位弟兄 这位弟兄从小就信主 是三代的信徒 所以他们的家族 信仰的历史长达七十年 咱们真耶稣教会 是号称现在是一百年 结果他们的家族信仰 是已经超过七十年了 那么这位姐妹 嫁给了这位弟兄之后 他会觉得说 谢弟兄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只是 挂着名的一个信徒 但是我找他来教会 他也不愿意来 找他足经 他也不愿意来 找他说今天 持求在教会当中 所有的事情 来服侍圣公 他都不愿意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笑着笑着跟他讲 我说这是神 所给予你的功课 今天 你今天面临了 这样人生的一个选择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神也无形 给你的这份的功课 结果他跟我回答了一句话 谢弟兄你知道吗 我未来他祷告了七年了 但是我发现神都没有答应 结果我就笑着了 我说我告诉你 你如果每一次的祷告都在祭祀 你今天祷告的年份都在想象 我告诉你神不会应允你的 他突然间才恍然到我 我说我们今天当基督徒 我们在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是需要耐心的去等候神的 我们为他祷告 我说我们把这个事情 我们一起放在心中 你为你的先生祷告 你为了你的女儿祷告 我也为着他们一起来带祷 等到他这个心态改变之后 他不再跟我讲 你知道我为了他祷告多久了 其实生命当中 我们来自于信心与交托的 来自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对话的 没想到他的心态这样子改变没多久 那么在一次的灵恩步道会当中 他的先生就到前面来 以前还不太愿意出来祷告求圣灵的 因为信了一辈子到45岁了 他根本不愿意出来祷告 结果那一次他就真的出来祷告 当神的力量在他身上 他得到圣灵之后 你说他热心还是他老婆热心 我跟你讲他现在比他老婆热心 他天天的要来聚会 天天的查考圣经 天天的每一天长达五次以上的祷告 他说了一句话 谢大哥我要把过去45年的 那个没有得到的部分 我今天要加速的把它填补好 甚至他会经常的来问我 这个经卷到底怎么念 这个经卷到底怎么读 这个到底怎么样 小弟送了他两本书 一本是圣灵论 然后另外送了他一本 圣经的一个解经的书 我说你慢慢的可以跟着这样来祈求 所以其实什么叫做神的末世 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在讲的 神都没有跟我对话 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但是小弟必须要在这边讲 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我们远离了神 还是神离开了我们 信仰十年 神在身边 信仰二十年 神在天边 变成是这样子的 我的妻子刚受洗的时候 他算是第一代的信徒 因为全家他是第一个受洗的 他说那个时候 那时候是来我们台北教会目道 还有永和教会目道 结果在台北教会目道之后 再永和受洗 他说那时候心里的热忱 是天天的想着来聚会 就算在工作当中 他也天天想着圣经的道理 心里就唱着赞美诗 他就是只有想来教会 那种内心的内奋的热忱 他说他持续了好久好久 有一次我丈母娘问他说 你疯了女儿 你干嘛对这个信仰 然后说我告诉你 现在就算死了 我都不怕你知道吗 结果当然爱了我 丈母娘骂了一顿 但是我们可以去 凯切地能够去了解得到的是 当一个人真正地 从神那边 领受到这份恩典的时候 领受到这份 来自于内心的那份的 末世的时候 你跟神就如同 密友之情的 所以到底是 我们离开了神呢 还是神离开了我们呢 所以我们重新来检视这些事情 这个世代 那天我们在开股东会的时候 所有的股东因为来自于四面八方 有的从欧洲回来 有的从美洲回来 有的从日本回来 因为很难得凑在一起 突然间小弟提了一句话 我说大家觉不觉得 现在如同是一个 非常的世代 是最好的世代 但是也是一个 最险恶的世代 因为所有的世人 都不停地在追逐的是什么 莫名的金钱 莫名的欲望 你认为你全部得到了 你就满足吗 有一次小弟在上海的教会 勉励完所有的弟兄姐妹 也是安息日 那因为上海的安息日聚会是 早上是两堂 那么小弟讲完第一堂 在休息的时间 一位姐妹就来找我了 他说谢弟兄怎么办 我女儿都不来教会 他说如同你刚才所提到的 好像这个是一个 四部的一个社会 不想结婚 不想生小孩 也不想念书 也不想工作的时代 这个不是我讲 这是大前言一讲的 现在不是只有台湾这个情形 不是只有日本这个情形 现在连在中国 富裕的环境当中 上海市也这样 每天晚上 晚到凌晨两点三点 回到家里 你告诉她说 你怎么不去念书呢 家里这么有钱了 为什么要念书 她女儿这样回答她 所以这位姐妹很痛苦 她说那你也至少到教会去聚会 我钱这么多 我干嘛去教会聚会 那你是不是应该去找份工作了 老妈我好像也不缺钱 为什么要去聚会 无形中已经变成 这是一种形态的 它所存在的是一种形态 但是也有其他形态所存在的 那 谢弟兄只好勉励这位弟兄 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现代的社会当中 最让人迷惑掉的 并不是我们今天真正的碰到困难 今天让我们迷惑掉的 乃是每个人都在追求五指登科 什么样的五指登科 最好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 生了最棒的儿子 住着最好的房子 开着最好的车子 最好身上全部都是银子 有空的时候还去跑跑 这样就好了 就好像现代人的生活 觉得是最高的享受 是在这一边 但是当你真正发现到 这样子在过生活的人 你跟他对话的时候 他告诉你 我内心当中 还是有莫名的忧愁 还是有莫名的不安 那这个问题来自于哪边 就这是如同 现在先知所讲的这些话 我们重新再把它念一次 在哈巴古书这一边 第二节说到的 哈巴古先知这么讲 他说耶和华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 我因为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 第二节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 你为何看着坚恶而不理呢 毁灭和强暴在我的面前 又起了争端 和相斗的事 因此律法放松 公理也不显明 二人围困一人 所以公理颠倒 好啦 碰到这么大的问题 当先知在跟神对话的时候 碰到这些问题 没想到神所要采取的方式 是超过我们人类 所想象的方式 神说要用什么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请看第五节 第五节 耶和华说 你们要同 要向列国观看 大大的惊奇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了一件事情 虽然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第六节 我必兴起家的敌人 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 通行遍地 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 我们跳过来看十二节 十二节 耶和华我的神 我的圣者 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 我们必不致死 耶和华 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 磐石让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 十三节 你眼目清洁 不看邪臂 不看皆恶 行鬼造的 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二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以色列人 整个犹大国 北方的以色列 已经没有了 以哈巴古书 当时的一个历史来看 北方的以色列已经没有了 已经被亚述的势力灭掉了 哈巴古先知在那边提出来 虽然社会上现在充满了这些情形 但是没想到耶和华真神 所要兴起的却是什么 要兴起更残忍的人 兴起更不义的国家 要来毁灭这个犹大国 作为惩治 所以先知不服气 他才会在这一边 提出这样子的与神的辩驳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会不会经常 想提出来与神辩驳 其实信仰的历程 在刚受洗的时候 在刚得圣灵的时候 在看到我们满满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都感谢神 但是当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 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健康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今天遭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 我们遭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事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世界 就产生了如同哈巴谷先知所言的 我今天要与神来辩驳 为什么今天 我今天天天的来聚会 我今天的信守 神的律法典章见病 但是神却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 为什么这些不平安 却存在我的家庭里面 为什么这些情形 却让我去面临的他呢 哈巴谷先知 他代替了犹大国发出了这样的一个争言 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约伯记 就如同义人受 为何义人会受灾难 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哈巴谷斯 是一个国家 一个比较有益的国家 为什么遭受一个比较 更不益的国家来灭国 哈巴谷先知 他不了解 所以他今天跟神在辩驳这个事情 神的回答 能够让我们了解 我们从整个新闻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神是活的神 我们的神是定了这个历史的神 耶和华真神定了这个历史 我就是要这样子做 耶和华真神掌握了历史 我今天就是要利用迦勒底人 来惩罚列国 耶和华真神安排了历史 所以整个的过 这个叫加勒底王国的一个兴起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耶和华真神 他是历史的神 他不是神话的神 就如同我们今天 我们接受洗礼 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主耶稣基督 他不是神话的耶稣 他乃是历史上 真实发生过的 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的耶稣 他拯救我们能够去面对了 整个生命的这些挑战 小弟来做 我在19岁那一年的见证 能够让大家了解到 有时候当我们自认 在我们对于信仰的执着 最好的时候 结果我们就去面临了 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9岁那一年 小弟还在大专院校 念着书的时候 我已经自认说 哎呀这个圣经 我已经熟读 很多变了 也当了教会的教员 甚至也当了媳妇者 我很年轻就当了媳妇者 所以这个教导的学生很多 所以人就过度的会自以为是 我对圣经已经非常了解了 所以绝对没有问题 我能够去面对 生命当中所有的挑战 结果没想到 在一次的偶然机会当中 我去碰到了一个团体 碰到这个团体 那么我当然不便去把这个团体名称讲出来 他们是透过科学阻断 要来查考 这个所谓的圣经的道理 那么在跟小弟跟他的一个论道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之间 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突然之间产生了好多的怀疑 结果带着这些怀疑虽然一直来读经 我也问了很多的传道 那时候刚好师父安传道在东元教会 我来请教他很多问题 但是我发现我都没有办法得到 很好的回答 因为我会奇怪 我甚至对我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到底我信的是不是真正的神 但是我的祷告又充满了圣灵 但是我读经当中 我又知道神救了我好多次 但是我的内心当中 已经有不幸的这种感觉产生 神透过这样的机会 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结果那时候呢 我的思义仗发生了问题 我的思义仗发生了问题 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会不小心邪灵就入侵 就如同鸡桶一样 在路上就会跳着跳着跳着 跳回到家里面来 当他接连一次 两次三次的时候 我跟我的父母亲虽然在忙 我又一边打书 一边读书一边在打工 但是仪仗跟阿姨 他发生这种问题了怎么办 打电话来 哎呀糟糕怎么办 那些符咒啦 那些机桶都没办法解决 你们是不是来帮我们看一看 好啦 工作的再晚 或者是聚会再晚 就回到家里 甚至因为 两边的家住的很近 我就跟着爸爸妈妈去帮助他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相不相信 从来没有祷告过的人 第一次帮他祷告 那个邪灵就退了 隔一天呢 又发生一样的情形 更严重了 因为有那个信仰的经验 有时候我们人会忘记了自己的能力 忘记了自己的信仰的一个追求 是不够的 结果呢 我跟我的父母亲 又再去帮他祷告了 我说 你们全家到处贴满了符咒 这个解决不了了 因为我看时间12点了 我就不好意思叫传道 也不好意思叫指示 我们自以为是觉得说 我可以面对这个事情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敢撒蛋 敢不走啊 怎么办 我说你们一定要有信心 结果 我三个表姐 一个表弟 跪下来祷告 从来没祷告过 也没来过教会 我说你们要跟着我念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然后就这样祷告 大家知道吗 在五分钟内三个人得到圣灵 有三个人得到圣灵 谢弟兄那时候充满了信心 好啦去把那些符咒啊 什么全部拉了来 跑到了瓦斯鲁那边 哈利路呀 奉主耶稣圣明 火打开就把他丢在那边 全部都烧掉了 大家知道吗 真的大法师的情节 其实小弟是真的 面对面见识过的 我一这样躺在床上 他是平躺着 你知道他在喊出什么声音吗 他喊出了 到底谁在烧我 谁在烧我 而且他是这样子跳着 直接在床上这样跳一尺高 躺着跳哦 一尺高 我们想想看 以物理性现象 我们有可能躺着平躺这样子跳 好啦 小弟面对这样的事情 内心里面 沾沾自喜 你看我果然是有这个 属灵的能力 能够解决这个事情 是的 有圣灵的人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能够去面对很多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的信仰基础 我们的内心世界的信心 根本不足以面对的时候 其实这是不对的 大家知道吗 当这样子祷告完之后 也勉励了他们之后 邪灵也退了之后 当我回到家里睡觉的时候 那个邪灵在睡到半夜 面对面的直接就在这样子 对着小弟的脸就这样出现 你会找我麻烦 那我也会找你麻烦 长达半年的时间 我不管走到哪边 你永远都觉得他在旁边 我在读经的时候 那时候只好靠着主耶稣的力量 你越逼我越害怕 越害怕我越读经 越祷告 所以那时候 很少天天聚会 那时候就天天聚会了 天天到教会聚会 天天的祷告 天天的求神能够怜悯 也把这个事情告诉传道 传道也为我按手祷告 但是你就发现 邪灵赶不走 但是他也没入侵 你就觉得他就在旁边 我在睡觉他就来乱我 睡五个晚上 会来压我四次以上 那我只好就醒来 醒来就是在祷告 他就退了 退了到时候又来 就是这样子 害怕怎么办 放赞美式的录音带 当我放着赞美式的录音带的时候 我拿了一叠的录音带 要来放赞美式 古代的那种 我们的tape的那种放的 你知道吗 我拿一片 他把你一片一片这样子 拿在手上是一片一片 把它丢到地上去 我剪一片 他丢两片 剪一片他丢两片 奉决出圣明赶扫 但退了 等一下又来 但是赞美式放了 读完经之后 我们的内心安稳了 不理你了 就祷告再睡觉 这样长达相当长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常常在半夜呢 我的姐妹 我的爸爸妈妈 必须要常常醒来 全家一起祷告 我告诉大家 那也是全家信仰最好的时候 所以当人去遭遇到患难 当我们去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自以为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才去发现到说原来充神才具有这样的能力 而我们的信是不够的 所以那时候就更加的认真的去查考圣经的道理 更加认真的祷告 更加的去学向传道来学习 应该来处理怎么样 这样过了快半年的时间 有一天 一样安息日的晚上 星期五晚上 小弟也是到教会聚会 其实那天师傅和传道在讲道的部分 跟这个是完全无关的 但是很奇妙的 我也坐在底下 很认真的在听 因为那时候要经常翻译 所以常常会在自己在底下一边也在训练 尤其他那个路扛枪很重 所以我一定要很认真的听 突然间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的敢撒蛋 尤其让邪灵退 最好的方法是灵修 不是只有奉耶稣圣明敢撒蛋 他怎么会在讲道当中 突然间讲了这句话而已 那突然间就前后闻 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突然间小弟觉得 有一股力量 圣灵的力量从上面就下来 我全身都热起来 就如同重新得到圣灵的时候 那个感觉 你听到 你感觉到邪灵退走了 邪灵就退走 而且从来再也没有来乱过我了 那么小弟从这样的一个见证当中 让我们能够去体会到 我们的神 他不是只有掌管着历史 我们的神是掌管着 形而上 形而下 宇宙万物的神 让小弟在信仰的一个 一个坚定上 虽然经过半年的训练 这个实在是非常痛苦 那时候实在天天有时候想说 会不会疯了 真的要怎么办 那我们就学会更加的去依靠神 那之后 当去当兵之后 当出了社会之后 当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圣工的时候 你才发现到 原来神让我们遭遇到这个功课 是让我们能够去面对 未来的这十年 未来的这二十年 未来这三十年当中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比这段半年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是更多的 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竞争 面对面的这样的战争 所以就如同哈巴谷先知讲的 神啊我要来跟你辩驳 我们人类事实上是非常渺小的 当在你觉得最可以的时候 往往是神要来考验你的时候 让你最无法去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 而当我们能够虚心下来 神啊原来所有的一切 我的力量全部来自于你 今天我的信心不够 求神加添给我 那么神赏赐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能够去面对于 来自于未来的所有的挑战 那个时候是十九岁 我今年已经五十三岁 这三十几年来 我发现那半年的时间 虽然带给我莫大的痛苦与考验 但是你会从这当中 重新得到来自于上头的力量 在我们的属灵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 他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个经验 所以哈巴谷先知在这边讲 神啊你该怎么办呢 你今天兴起一个不义的国 要来惩治这个比他更有义的国 所以他与神辩驳 我们来看第二章 神会回答 为什么会回答 第二章第一节 以一个先知的角色 他这样讲 第二章第一节 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以用什么话来向他诉冤呢 第二节他对我说 将这个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第三节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 并不虚晃 虽然延迟 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临到 不再延迟 哇 耶和华真神发出了绝对的警告 这个事情必然实现 我们人生命过程当中 神所带给我们的考验 是必然实现的 今天犹大国不遵守 耶和华的诫命 律例典章 那么来自于神的这个惩罚来讲 犹大国必须要去接受 以色列人必须要去接受 因为 他们没有遵守 摩西当时 所吩咐他们 所以进了迦南地之后 长达那么长的时间 并没有去接受 这样的诫命 甚至最重要的是 去拜了偶像 所以耶和华在这边 很愤怒的提到这些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耶和华还是一样 你今天我要用 末世的写出来 你今天要能够去看 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觉得 我今天跟神的关系远 你有没有自我探讨 到底我们一天 花了多少时间 与神对话 到底我们一天 花了多少时间 与神生谈 不是只有祷告而已 唱诗也是最好的方法 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我只要放教会的赞美诗 那个邪灵比较不会靠近 这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今天祷告读经 就可以赶傻灯 连唱赞美诗 确实都可以 所以这个也是 我在当兵当中的一个 很多的经验 确实面临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 唱赞美诗的时候 也是充满了这些力量 所以哈巴古先知在这边 以守望者的角色 来提出这些警告 这些见解 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所以不管是传道也好 我们在座的长老也好 执事也好 负责人也好 所有的圣职人员 有时候当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家 大家庭 我们存在了一些 不对的事情 或者看到我们这一些 我们的大家庭 有值得进步的地方 以守望者的角色来讲 你必须要提出来 我曾经跟一位执事这样子对答 他曾经跟我聊过一件事情 他说文青这个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怎么样 不是很合理 怎么办 但是年轻人又不听 我说执事 你今天是圣职人员 主耶稣把这样的一个工作 托付了给你 而且你的工作 是一生一世的 你今天不管讲了之后 他听不听 就如同耶利米先知 就如同哈巴谷先知 圣职人员今天是教会的 所谓的守望者一样 你还是要去 站在正确的角度 把圣经里面 神所漠视的部分 你必须要去提出来 年轻人听不听 是一回事情 但是你却必须要把真理 告诉给年轻人们 让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 能够去遵循 能够去学习 因为他们就是因为年轻 所以还是听不懂 所以你才更需要去提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 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对于信仰的追求 我们自己清楚知道 我们在家里面 不管对我们的小孩 还是要去提出来 不管对我们的先生 还是要提出来 还是对我们的妻子 还是要去提出来 有一次 这个我跟我爸爸妈妈 我们家里是比较民主一点 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 这个也跟着小朋友在一起 那时候我的儿子女儿比较小 曾经大家产生一个对话 然后我跟我爸爸在聊 我爸爸说 其实他比较传统 他说天下 这个无不适的父母 我说老爸 就是论事 从圣经的角度 一部所书那边来看的话 天下是有不适的父母 我在那边提出一个看法 您参考 我说圣经所教导我们的 确实要叫我们 你今天一定要孝顺父母 这个是能够让你再次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所以孝顺父母 不但遵守了诫命 今天还把这个福气 还有这个应许要赏识给你 但是呢 后面有一段 是教导父母的 你今天当父母的 不要去惹儿女的气 那么以原文来看的话 是不要去灭了 我们所谓的子女的 这个志气 那么我就提出来说 你是当老爸的 我在当老爸的 我最常想到 小时候是这种情形 每次我只要一教小孩 你就在教小孩 我说你也应该 等我教完小孩 你再来教小孩 这不要每次 我只要一要教小孩 你就在教小孩 所以父母之间 所存在的这种 是有差异的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如果今天 我们同样都是用 圣经的道理来教导的话 这是我们的共同价值 你不能说不对 所以我就跟我的子女 这样讲说 只要爸爸妈妈 教导你的东西 是跟教会的老师 长老 知识传道 所阐明的圣经的道理 是有违背的 你可以不要听 因为自我不对 你要听的是圣经的道理 你今天要听的是 爸爸妈妈讲的价值 跟圣经的价值的对比 我希望你们所建立的是 你自己属灵的信仰 你自己跟神 与神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把这个信仰的关系 是建立在爸爸身上 或建立在妈妈身上 所以我们今天当父母亲的 也是如同守望者一样 我们今天当长老直视的 也如同守望者 我们今天当教会的教员的 也如同是守望者 我们今天只要有在教会里面 扶持着神 服侍着众弟兄姐妹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守望者 我们都有义务 我们也都有权利 要把神的真理 向着众弟兄姐妹 向着我们的木道朋友 能够提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大价值 因为我们有依靠 所以当这个事情 守望者的哈巴谷先知 与神在辩驳的时候 神也提出来 他确实也会惩罚加勒底帝国 我们来看一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 哈巴谷书的第二章 我们来看第四节 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 耶和华在这边 例举出所谓的加勒底帝国的五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 加勒底因为受罚 是因为他来自于交往重欲 加勒底人至高至大 心不正直 唯一人必因信得身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 可以讲 查考哈巴谷书最重要的经卷 就是这句话 一人必因信得身 圣经没有讲好人一定得救 圣经会告诉你 一人因信得身 好人有时候会做坏事 坏人也会行异事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一人必因信得身 在罗马书 保罗也有提到 在其他经卷 加勒太书也有提到 所以这句 一人必因信得身 是特别的提出来的 我们不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行为 而能够得救 不是因为我今天来教会 服侍很多 我能够得救 我经常也 在以前当教员的时候 我常常跟很多的学生这样讲 当信服者的时候 也跟很多的教员这样讲 你们不要 每个人跑到教会来 非常的热忱 我要专心的来服侍神 回到家 老妈叫你做什么 连个碗都不洗 我告诉你 这样也不孝顺 你不是就在教会里面 来用这个热忱的心 在服侍着弟兄姐妹 服侍着神 回到家 连个地板也不少 这是不对的 所以今天我们当基督徒 最重要的是如何今天 我们自己把它做好 在家庭做好 我们自己的角色 我们今天到教会来 我们所有我们热心 我们热忱的聚会 我们热忱的服侍神 也热忱的服侍众弟兄姐妹 这样子才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能够去了解到 我们不是从行为 能够让我们得救 乃是来自于信心的 所以一人必因信得胜 彼得当他讲完道理之后 所有那些外国回来人 问他说 弟兄我们如何能得救 彼得怎么回答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为印记 所以在座的目道朋友 基督教的信仰 是非常的丰盛 神的恩典与怜悯 是非常简单的 你信不信神 你信不信主耶稣基督 是神道成肉身 来世界上拯救我们的 你如果信 那你就必然得救 那你就要受洗 你就必须领受 这所应许的圣灵 为你将来得救的印记 所以这是基督徒最大的福分 是神永住在我们身上 就如同小弟刚才讲到的 我那半年 被邪灵这样子骚扰的见证 如果不是圣灵与我同在 经常的在内心安慰着我 我也没有办法度过那段时间 与邪灵之间的 这样子的长达六个月的时间 等到他退了之后 小弟会觉得 上头来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 去明了神的旨意 所以这个地方 神特别提出来的 加勒底虽然 来当作神的惩罚工具 但是加勒底帝国 神也会找他 因为他是一个不义的国度 那么他的第一个不义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交往众欲 那么他的第二个祸害是什么呢 我们看第九节 因为贪财不义 第九节 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 在高处大窝 指望免灾的有祸了 你涂抹剪除多国的民 犯了罪 使你的家蒙羞 自害己命 墙里的石头必呼叫 房内的栋梁必应声 这几年 小弟在 中国的时间比较多 也看到整个中国的政治的一个转变 是非常大的 整个打滩 全世界都在打滩 连沙烏地阿拉伯都在打滩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你无法想象的 所谓的来自于 社会不公平的现象的现实 而基督徒的内心世界 我们看到这些 我们只能够为国家祷告 我们只能够为所有的百姓来祷告 但是至少这边告诉我们的 很多是贪不义之财 就如同上次小弟也有提过 我在建政一个建政的时候提到的 富而有益的 这样才是有 神今天让你富有 是神赏识你这样子的权利 神赏识给你这样的义务 让你有行有能力 能够来行善 所以一个人富有 我们要感谢神 但是呢 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富有 是让我们能够对于弱小的 对于软弱的人 能够让我们行出爱心来 但是我们也不要去轻看 寡妇的两个小姐 我们常常不要以为说 哎呦那个有一千万的 他为什么不去奉献一百万 这我是只有赚四万块钱的 我怎么去奉献四千块 其实是不对的 在神的眼光看来 你今天的你的心是超过所有的一切 这个才是重要的 第三项 因四行这个惨客 就是非常的残忍 加勒底王国 他们只要到了一个帝国 到一个地方就是给人家毁灭掉 我们看一下十二节 第二章十二节 以人血建成 以罪孽利益的有祸 十三节 众民所劳碌得来的 必备火焚烧 列国由劳伐而得的 归于虚空 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不管你这个帝国再庞大 不管你这个帝国再威荣 不管你这个帝国现在再有能力 神 当这个历史 神要重新改变 祂就是会改变 不管你今天 你这个巴比伦王国再强大 当神要来处罚他的时候 巴比伦王国也在瞬间是被毁灭掉 我们也是非常了解 后来就被马代波斯帝国所取代掉 那么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他们过度的残忍 是以人的血来建立这个诚意的 所以神是公义的神 祂不是不处罚的 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 第四项 因为沉勉于酒 所以这个 少量的酒 保罗说少量的酒 好像是在 医治身体 但是当你整个沉勉于酒当中的时候 醉酒的时候 是神所不喜悦的 所以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 使他喝醉 好看见他下体的勇惑了 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 你也喝罢显出是未受割离的 耶和白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 你的荣耀就变成大大的羞辱 所以这个地方 帝国征服完了 庆祝的部分 就是大肆的祭拜偶像 我们也看到大巴比伦帝国 建立了大金像 我们看到了大巴比伦帝国 做了所谓的空中花园 但是这些都不在了 为什么 因为神施行 祂的公义 所以这些都不存在了 第五项 巴比伦帝国 神要处罚他的原因 是因为崇拜偶像 十八节 彪刻偶像的人将他刻出来 有什么益处呢 铸造的偶像就是虚妄的师父 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 有什么益处呢 对木偶说行起 对哑巴实相说起来 那人有祸了 这个还能教训人吗 看哪是包裹经营的 其中毫无气息 二十节 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 全地的人都当他在面前 肃静静默 我刚才的见证讲三分之二而已 谢弟兄在讲说这些部分之后 我补充后面的三分之一 我的仪仗一将 今天能够来接受 有三个人得到圣灵 他又知道说 今天我们的教会的 属灵的能力是大于这个的 真的等我仪仗 邪灵退了之后 真的昨天晚上 有三个人得到圣灵 真的他们口口声声说 要来接受我们的信仰 结果他一脸骗了 我妈妈骗了两次到三次 只要我们能够在台北立足 我们一定跟你来信 真耶稣教会 只要你 这个我仪仗的病 这个邪灵能够退去 我就跟你们来信 真耶稣教会 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欺轰圣灵 不要欺骗神 后来有没有来信 他不但没来信 隔天马上又跑去三太子庙 又去求神问福 大家知道吗 我表弟跟两个表姐得了圣灵 当天就没有了 再来 我仪仗没有多久 人就去世了 他在去世之前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如果没有来 赶快来教会 我一定会死 连他自己都知道 所以这么大的神迹 发生在他的身上 全家都能够在台北立足 全家都能够去蒙受这样的恩典 但是当欺轰圣灵的时候 这个事情发生 鬼仪仗很久 很早就去世 再来 全家充满了不安 经常有邪灵的扰乱 整个家后来就四分五裂掉 这是非常可惜的 其实当时东元的长子 传道们也有去关心 我也搞不清楚 人的心就是这么硬 你已经眼睁睁的看到了这些神迹 你眼睁睁的看到了这些 你今天已经亲自去体验到 但是人就是可以到最后 不信 所以亚当跟夏威所犯的罪 最重要的罪是什么 不是因为去吃那个善恶果 真正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不信 不信神想的话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是这句话的问题 不是因为吃果子的问题 三恶果就是三恶果 但是因为今天亚当夏娃 不信神所讲的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 好了 要经历这些事情 我们来看 以哈巴古先知 知道这些事情 知道一定会有战争来 国家一定会灭亡 你想想看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是不是会非常的不安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 是整个哈巴古先知 针对了神的荣耀 神的全能的一种赞美 但是他真实要去面对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占尽 嘴唇发占 鼓中朽烂 我在所力之处占尽 我只可安静 等候灾难之日的临到 犯尽之名的上来 十七节 虽然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感恩醋也不效力 田地也不出粮食 卷宗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了牛 十八节 然而我要因为耶和华而欢心 因救我的神而喜乐 十九节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 穩行在高处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一下十六节到十七节 所代表的是什么 身体发战 嘴唇 身体战经 嘴唇发战 古中雄 这个可以讲说是 害怕到极致 如果今天告诉你 你一定会遭遇到一场很大的灾难 你一定会遭遇到这场战争 而这个战争一定会死伤无数 你说你会不会害怕 而你没有办法逃离 你一定会在这边 你一定会面临 你一定要去面对 所以哈巴古先知 他还是害怕 他不是不害怕 所以身体会占惊 他还是会发抖 甚至讲说已经害怕到古中朽烂了 再来看到 经济的彻底破坏 十七节所讲的是 经济的彻底破坏 无花果树不发旺 没有了无花果树 葡萄树也不结果了 橄榄树也不效率了 田地也不出粮食了 卷宗也绝了 养棚内也没有了 这个叫做什么 整个经济彻底毁坏到 彻底没有人 面临的战争不是真的这样 只要战争一发生的背后 就是如同如此 最近小弟比较专注地去看Discovery 针对了整个叙利亚内战的问题 还有ISIS的整个 蹂躏了所谓的 伊拉克整个 还有库德族所 我看到那整个的背景 就如同好像现在这样所描述的 没有了羊 没有了牛 葡萄树也没有了 无花果也没有了 田地也无法出粮食的 就算以前非常丰盛的地方 现在也没有了 这个叫做经济的彻底毁坏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叫做莫名的恐惧 而且是非常的恐惧在等待着 所以哈巴谷先知 他要面临的这样的日子来到 强烈的战争的祸害 战争的恐惧 经济的彻底的破坏 信仰的彻底的被拆毁 毁坏 情癖 就如同在耶利米苏所讲 但是今天 为什么他能够 有这份的信心 来面对他呢 先知的代求 我们看一下 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先知哈巴谷的祷告 调用琉璃歌 第二节 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 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 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吗 当我们的信仰生活 不顺境的时候 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我们自己做错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我记得我在这边 跟众弟兄姐妹见证过 小弟一生一世 已经到现在五十几岁 但是我面临了很多 在生死之间的这种交关 真的是主耶稣拯救了我 确实我可以写的见证 可以写一本书 那么多的见证在我身上 曾经有姐妹跟我讲 谢弟兄我相信你的见证很多 很想很完整的听你讲 我说真的要讲三天三夜 会讲不完 所以一个家庭 满满的有神的 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家里 所以上回我才会提醒 众弟兄姐妹 我们重新去省思 或许上上一代的恩典见证 去省思你的父母亲的 见证与恩典 我们重新去省思 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做错事情之后 我们所祈求的是什么 就如同摩西的祷告 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 且不经意的发怒 有丰盛的慈害与诚实 与我们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在做错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祈求神的怜悯过程当中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神的恩典与怜悯 但是当我们在属灵信仰 兴盛的时候 你知道你现在是信仰的高峰期 你就应该经常的与神对话 从神那边领受来自于神的末世 什么样的末世 来自于圣灵的智慧与能力 所以你就可以看透别人所不能够看透 你能够去体验别人所不能够体验的 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价值 钱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事情 今天学历也无法解决所有的事情 你今天权力再高 你今天在社会的位阶再高 有很多你碰到的时候 你还是不一定能够去解决的 那么这些就是真正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来自于 圣灵的智慧与力量 让我们能够去共同面对这些 所以今天哈巴古先知 虽然面临了这一些的考验 虽然知道战争等着他 虽然知道经济的破坏等着他 虽然知道所有的事情在等待着他 虽然他害怕 他充满了所有的恐惧 大家知道他事实上是恐惧的 他并不是恐惧的 但是他因为来自于得到神的依靠 知道来自于神的保守 所以他说了这句话 我们也来再念一次 十八节 然而我要因为耶和华而欢心 因救我的神而喜乐 十九节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路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有一次小弟在上海 跟上海的学青一起聚会 帮他们上一堂课 那我真的来自于四面八方 这些青年非常认真 安息日下午 大家知道吗 他们要参加聚会 早上四点多就起床 最远的 要坐三个小时的公车 才有办法来到教会 参加聚会 但这些青年都非常的热忱 在于一次礼拜天 我跟上海的学青 那个有交大的学生 有同济大学的学生 也有复旦大学的学生 都很多的高产生 大家共同在讨论这个部分 结果当小弟也提到 有这一段的经文 跟他们勉励的时候 他们提到 他说谢大哥 以我们都是独生子女 因为过去的一个教 过去的国家的政策 所以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 他说其实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 是非常的孤单 甚至于孤寂的 后来我这样勉励他们 我说我们今天 从哈巴古先知 当中所看到的事情 你今天不管来自于福建 不管来自于东北 不管来自于华北 不管来自于华东 甚至远从大西北来上海读书 你会发现 你并不孤单 因为神与你同在 所以你孤单却不孤寂 因为有神的生命与你同在 所以你可以从当中 体会到 来自于神的生命力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 非常的佩服这些青年们 每个星期六安息日 礼拜天非常努力的 四五十个人找一找 全部都去访问很多 这个所谓的目道友 所以在校园的目道工作当中 做得非常好 这两年 我在看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 所以虽然在孤单当中 但是他们却不顾及 因为他们如同哈巴谷先知所讲的 今天虽然很孤单 但是神的心保守着他的心 他用着喜乐而欢欣的心情 来面对他的信仰 因为他今天把神的救恩 传保 那个什么 步道出去 带领更多的目道朋友到教会来 所以他讲 谢大哥如你所讲的 我们的内心世界 是欢欣的 是喜乐的 就如同母路的一样 穩行在高处 所以 在今天的聚会 安息日的晚上 太阳下山了 已经进入安息日了 谢弟兄在这边也希望 神的恩典与怜悯 跟众弟兄姐妹同在 让我们内心的 那份信仰的心 能够重新如火 重新再挑起 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 穩行在高处 我们唱赞美诗 379首 还有赞美语 这里借了